花莲都市计划相关细则办法专案会议 21号下午在县议会周开 召集的黄欣邀集到电社处、观光处、地震处、农发处 还有业者、花莲市公所、新城乡公所一起出席 并且针对了都市计划细则办法进行讨论 希望县政府能够听取名义 提出修正办法,落实地方各项产能能够发展 花莲都市计划相关细则办法专案会议 召集的黄欣、县宜蔡奇塔、蔡一静、吴东升 张美惠办公室主任陈志强 县府建设处、观光处、明镇处、地震处、农发处和城勤地主们 并且说明40年来的合购大城二村编土地 县府规划为儿童游戏区及供应用地 并没有明确规划如何使用影响到地主的权益 县府规划为儿童游戏、县宜蔡奇塔、吴东升和张美惠办公室主任陈志强 则是要求建设处能够明确告诉地主如何做好补救的工作 大人新村这个部分公共设施分配这个部分回去重新检讨 好不好 已经有规划公司今天也没来 那就适度的不尊重议会 但是议会的花的文章他一定有收到 他没有办法来就是从生如意也说他可以派人来 那回去的部分他正在做我们的公共工程 公共西部计划的部分他怎么拟 他怎么拟请他下一次大概蔡议员下一次把他开一遍就要来 各位公共同事的部分请他务必要来 要不然就叫他下次大议会大会来报告 那一年 我没说十几年都没说花囊区都没病人 所以我去政府困难 你们是不是能够帮忙积极功德 好不好 他说怎么我们的民意代表能够协助你们的 你如果管政没了我们才没了 是要提出一个比较可行完整的方式 那因为整个都市计划的拟定来讲 西部计划可能会欠一碗洞先生 我想那个要有比较 比较负责任的比较有整理性的提出 那我也想说要跟郑先生讲说 你们所谓的更新单元草案什么时候能够提出来 让大家有所期待 补底币到底是什么时候过户的 之前吃饿之前是什么用地 那为什么会被编定为额工 还是甚至其他的规划用途 这是对民众相当不公平的 但是如果曾经那么多次 你们居然还是不了解的话 你们协办单位也是有问题的 召见环心表示这是变更都市计划 包括美人西旁附近地区 美人国众附近地区 天头新村大城新村及嘉兴新村附近地区等 五次为都市变更地区 希望西府能够协助地主来进行变更 让土地能够有效利用 不要影响到他们的群艺 记得就要欢迎收到